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開業難 創業更難 首業是難上加難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這間 是過了一百二十多年的 老字號糧茶店 糧茶店是在七十八十年代興起 在早前他們為了紀念 都出了你版LEGO 也在這百多年裡見證了香港時代的變遷 香港老店已經越來越少 糧茶店在香港也算是文化事業的一種 那我們一起看看他們的變化 去片 這段報紙已經在1984年發出 但當時已經有八十多年的歷史 原來這間店 大家看看這張照片 當時的人的打扮是這樣的 原來 看不看得到 招牌在那裏寫著公和堂 當初公和堂這個品牌是在廟街發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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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久以前有一個電台叫麗的呼聲 我想老一輩的人很清楚有聽過 當時也有介紹過這個品牌 當時的量茶店 也有時候看人頭湧動 也有時候看人頭湧動 在廟街發起的 當時的量茶店 有幾間分店依然是保持傳統特色的裝修 在他們的字畫中 我竟然找到菜蘭提筆 我亦都問過這裏的負責人 為何當初會興起量茶店 因為香港的天氣比較潮濕和濕熱 有很多濕毒和濕疹的出現 而這個龜苓糕剛好可以清熱毒 和醫治濕疹皮膚 所以就由這個品牌開始 創了這個品牌出來服務大家 好 等我吃完買個外賣給家人先 下次再分享 拜拜 好 等我吃完